光线下一颗颗水晶折射出闪亮光泽 但专家说这一种就是客人最常踩雷 买到的人造水晶 也叫做水晶玻璃 还有跟玻璃全透明 无杂质比起来 带有裂纹棉絮 是天然矿石才有的特征 专家鉴定水晶多半靠的是经验 观察颜色或是上手试试手感 就能变真假 但如果是新手入门 网络上也流长一招 只要准备电子秤 还有装满水的量杯 加上一条绳子 自己也可以来测一测水晶的真假 我们也来实测一下 水晶柱绑上绳子完全放入水中 放到底后再松手 显示重量是86克 接着再把水晶提起来 不要碰到四周也不能超出水面 显示是32.3 两个数字相除会得到水晶的比重 对照水晶的密度是2.65 数值非常接近 那如果说拿到客人买的这一颗假水晶 老板说这颗是玻璃球 我们也来实际看一看 它的密度是多少 玻璃的密度只有2.5 用同样的比重测试 两个数值相除 的确是落在2.5上下 但专家说 这一招用在测定小宝石 精准度会降低 也可以用硬度来测试 怕伤到水晶最简单的是双折射现象 白纸上拿一根头发放在水晶背后 左边天然水晶可以看到头发一分为二 另一边玻璃球任何角度看都只有一条 专家也建议最好的方式还是到专卖店购买 不要贪小便宜 买到炸货 三选王晨宜可不可以是台北怎么到